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您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在YouTube收看的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美国当日确诊又创了新高 21万6500多了 那么加州的急诊室面临崩溃 拜登说他上任的第一天 要开始全美国都必须要戴口罩 真的刻不容缓 因为全球现在每9秒钟 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肺炎 白宫要交接 各国开始选边表态吗 北韩可能会射飞弹 俄国加入北京批澳洲 而法国派了潜舰到关岛 全球的局势开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来介绍三位来宾 首先是前陆委会副主委 丹江大学教授黄介正老师 大家好 前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头发越剪越短的 政大国关中心教授严正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天凉了这样子不会更冷 可是这样子 数话时间少很多 帮我们节省时间 有得剪 OK 但有些东西是剪不断 离环乱 我们来看一下川普跟白宫 火速开发疫苗谁的功劳 白宫发言人说 因为川普在商界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有商人的效率 所以这是他的功劳 白宫要把新的疫苗 命名成为是川普疫苗 三位来宾觉得 这到底有没有说服力 Yes or no 没有没有没有 好 这个题目 跳过去 不了 这个却没有任何的说服力 我们就换下一个问题 那下一个问题就真的是解不断理 环乱 川普在离开白宫之前做些什么事呢 最近我们讨论到 他可能会有一些要特赦 除了佛林之外 最新的消息又出来了 是不是接下来特赦 是有一个价目表的 郭委员你看 又传出这个消息 33万多元的美金 之前捐赦给共和党 这个律师要求帮助他的朋友 开拓一些官司 这是一个加州的金主 他2016年捐赦33万多给共和党 然后现在他有一个 华盛顿的律师的朋友 他希望能够加入特赦名单 事实上类似的状况 也不是死于川普 克林顿在以前也干过类似的事 那只是说现在因为 川普被人家盯上了 所以所有人谁可能列为名单 比如说他的子女啊 还有女婿Kushner 或者Giliani 那大家就在关注 那当然这个新闻就对他非常不友善 所以是不是恋财 对就你刚刚讲最后两个字 是不是恋财 其实来自于Wall Street Journal 不是New York Times 对这个还算保守派的报复 是啊 这个特色有加目标 官位会不会有加目标 因为我们观察到 他人事最近更迭特别快 对 是不是一些人被fire之后 新的官补上来 新的官当一两天 也当一个官 我觉得当然是有加目标 我们就想到欧巴马当选总统之后 他那个参议员的位置就空出来了 那106州的州长 他说我原来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权力 可以任命一个联邦的参议员 所以他就开架 结果开架了 就被人家发现 最后他去坐牢 就是他大概他没想到就说 我有这个州长有这个权力 你可以任命联邦的参议员 虽然是短暂的 但是你一旦被任命占带之后 譬如说半年一年之后 你要选的时候 你已经是incumbent 你已经是现任者 你已经有优势了 所以他当初就任命了 就是说他就拿出来卖 就是说我这个 这个有没有人有兴趣 40万几十万 就开始来卖了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有点类似 特色有加目标 官位有加目标 官位也有加目标 这不就 这是美国 我补充了之后 这是美国 因为川普最近 他说要打选举诉讼 那募款大概已经两亿 对 那有很多钱是 存入个人基金会 那当然就有人会想说 这背后有没有东西 个人基金会的钱 为什么不能用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消息 在2017年川普就职典礼 当时是在川普集团的饭店办 现在被质疑 是不是有资金滥用 因为他所有付的钱 是比市价行情多数了一倍 结果伊凡卡遭到了这个 华盛顿特区的检察官约谈 伊凡卡就说这叫做政治追杀 因为华盛顿特区是民主党的 这样一推就可以 可是问题在这里 就是说你这么多人 要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你为什么要住进 川普的Hotel 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 但是你付的钱很 我们也知道 有的时候你趁机在这个时候 募款有参会 可是那个钱价格 不是只有一倍 有些是五倍 所以会让大家怀疑说 你到底是不是在这里 趁机碾财 然后剩下来还有一些钱 没用完 当然那个是可以捐掉 可是你看这伊凡卡一转 因为这是民主党的州 所以我被追杀 这在政治上面操作上 很容易推过去 当然是可以 就是华盛顿这个城市 对她不友善 但是今天爆料 很多东西爆料出来的是 当时帮忙负责这个的 一个公关 那这个女士也曾经是 这个Melania的好朋友 出了一本书 现在开始来爆料了 大家都觉得说 她的爆料实在是 也没什么根据 但是爆料杀伤力还蛮强 那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今天是 华盛顿市来诉讼 这个东西你特色 可能特色不到 这不是联邦的 这地方的 特色联邦罪 仅止于联邦 联邦罪 另外就是 瓦盛顿DC 什么时候不是民主党 当然是吧 你就算回到纽约老家 也是民主党 所以川普要特色 如果假如说 女儿的话 这个可能跑不掉 特色不到 不过我觉得川普 现在还是有在特色 现在我们在学国际关系里头 有一个东西 叫做预防式的攻击 就是Preemptive Strike 他现在叫做Preemptive Pardon 就是说 你们没有控告 控告我小儿子什么罪 但我先特色他 我朱利亚尼还没被控告 任何的罪的时候 我就先特色 可以这种操作吗 没有这是一种新的想法 新的想法 问一下黄老师 因为拜登不久之前才说 他不会是第三任欧巴马政府 所以你不要说 我还没上任就给我扣帽子 我不会用司法去追杀川普 伊凡卡马上就说 我被政治追杀 那这样的司法事件 带来的政治效益会是什么 是反倒帮了川普吗 你的观察 当然现在还在这个所谓的交接期 这个风潮就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如果是明年1月20号就职以后 再出来那就比较可以拿说 比较实的案例 就是说到底可不可以拿这些案子 来当作追杀 我觉得拜登已经讲清楚了 其实拜登整个政府 他现在最头痛的事情 都不是在处理川普 或者是追杀任何人的问题 还有更关键的是 总统没有要追杀 并不表示没有其他的人会来发动 OK 他不是跟白宫无关 我觉得拜登主要是指通俄门 就是通俄门那个我不会去追杀 那这种又不是他管 不关黄老师讲到一个重点 我拜登不会用司法去做追杀 但不代表说其他旁边的人 不会去发动这样的事情 而且是层级 不管是州的或者是联邦的 对 尤其是外国政府干预 美国总统的选举过程 你今天不是说总统说我不追杀 美国就没有人要继续追这个 因为它涉及到两党还有未来的选举 所以不是说我个人的意愿的问题 当然拜登他现在 以他现在手上这么多烫手山域来讲 他现在不要在这个问题上面 尤其是不要让这个议题去导引到大部分 他在transition就是交接过程当中 徒增困扰的题目 不要让他烧起来 不要让他烧起来 不过检察官办案显然是没有去挑时间的 看起来就在这个时间座了 这件事情 另外一点就是说你今天拜登也不能说 人家要办案 你去阻止也不行 你去阻止也不对 对不对 不用来看现在的拜登 当然最担忧的还是他上任之后 第一个疫情 他说第一天就要全国戴口罩 这21万一天的确诊数字确实惊人 可能还更多 还更多 因为他1月20才交接 有人说圣诞节可能会超过30万 因为又是family gallery那时候 疫情加上就业人口 想是他内政当中最两个重要关系的 美国11月份的非小 非农业就业新增人口只有31万 比外界预期的低 那是7月份来的最低点 另外经理人财购指数PMI 是57.5 不如市场预期的58 这也创下了2018年11月来的新高下滑 消费到的年底是旺季 但是消费的数字却不是那么漂亮 所以目前为止还是印钞票纾困 靠资金行情就整个包括股市在内 回想起来就郭委员 因为叶伦是大家所关心的 美国第一位女性财长 他过去在费的主席任期期间 关心的是就业 胜于这个通膨或通缩 那罗杰斯有讲 叶伦应该是非常乐于继续印钞 增加支出 然后去救这个就业市场 你怎么看拜登未来在财经这个领域方面的一个政策的走向 有人说拜登当家之后 马上没多久就要跛脚 因为参议院到时候共和党在Georgia补选那一席 应该还是共和党过半的几率是高的 那这条前例之下 所有之前要对富人加税等等的政策 共和党就会拦下来 你怎么看未来的调整 你刚刚问题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你刚刚也点到了美国目前一些数字并不好看 比如说就业复苏不如预期等等 可是昨天股市还是大涨 是 那就是因为资金行情 不是 因为预期因为这样所以刺激预算会过 OK 就是说中下阶层活不下去嘛 所以一定会再通过刺激预算 那目前那个众议院还有参议院的领袖都已经出来了 说我们愿意妥协这样 所以一般预期是12月下旬应该会过 那就是类似的逻辑嘛 就是说如果疫情一直没有办法消退 那你中下阶层就是没有钱嘛 所以你恐怕这个刺激预算就停不了 所以你印钞就继续往上累增 比如说今年如果把12月的算进来 那今年的印钞是4兆美元 去年才9千多亿 所以一般预期是明年恐怕3 4兆也跑不掉 那叶伦也没有别招啊